新闻新闻的朋友们 看乖子宝节 再过两个月 中共中央他要举行这个北戴河会议 这就是中共高层 他们有一个度假的方式来协调 二十大里面我的权力要如何的分配 而年底二十大即将展开 习近平能不能顺利的延任 就看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 可是没有想到 就在北戴河二十大召开的前夕 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不断的强调 现在中共中央在整个中南海 出现了一个非常诡谀多变的气氛 而在我们节目里也是最早讲到说 李克强的角色不断被凸显 他在媒体的版面 他被报道的次数 甚至他讲话的分量越来越重 而今天他更不寻常了 他去了云南参访 云南参访你看到这个画面 他居然受到了学生的触拥 感觉上是万民拥戴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 李克强从头到尾都没有戴口罩 习近平不是讲我要清零吗 一个整个国家政策是清零至上的国家 怎么可能说我今天出来的时候 我的口罩都不戴 而且旁边有人戴口罩 还说你把口罩给拿下来 是不是李克强透过这样一个动作 摆明着他要跟习近平作对呢 而更不寻常的是 我们看到了国际媒体现在不断的报道 也就是我们不断讲的 现在对中共中央报道最详细的 就是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居然把之前 我们讲了一个737的客机坠落 这个坠落已经确定 它可能是人为操作 但这个对于中国来讲 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这是一个放在协近平办公上的 绝对机密 而这个消息怎么可能泄露出来 然后它泄露的媒体 又是华尔街日报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 民运队大票首席的财经专家 黄泽首席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电视报 董事长 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十分李正浩 好 第四位是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士币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台湾国际马学位的副院长林丽辉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全球防卫杂志的 采访主任陈国敏 大家好 好 说 刚刚讲的是 现在即将展开北戴会议 有二十大 就没有想到 现在这个风云变色 鬼绝多变 本来以为说 中国已经定于一尊 习近平拍拍 说了就算 我没有想到 现在他的对手 这两题已经讲到 整个经济派 已经集结起来 站在他的对立面 不但经济派 站在他的对立面 连李克强去云南 受到这样高规格待遇 还有杨洁篪 在跟苏立文通电话的时候 杨洁篪居然警告美国说 美国的力量不可以 介入二十大 没错 事实上 目前习近平可以说是 面临到内外煎熬的这个局面 外面来看的话 你看拜登这个礼拜 准备要在亚洲日韩访问之后 印太经济架构就要出来 就针对中国而来的 另外一个 在中国内部的斗争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李克强的地位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内外交迫 对习近平来说 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局面 但是习近平最近还要怎么 他还要继续封锁 你看北京目前为止 已经封了101个地位站 还封啊 继续封 好 另外除了这个北京 可能在升高这个拉高 这个防疫的这个规格之外 上海也是一样 上海有一位民众 回到这个家里面来说话 政府没想要去 装一个监视器 二十四小时的在监控 你看在他家门口装这样子 他想说你也监视得太严格了吧 是广州市政府 是 广州市政府在他家门口 放一个监视器 是 没错 你看这个画面 大家看得真的是啼笑皆非 好 那中国还是 防疫这么严格之下 有一个人 我们就看有一个人的地位 慢慢在提高之中 就是我们讲到 我们讲到李克强 好像李克强这几天 他到云南去访问 就是他云南去访问的时候 你知道他接受到的待遇是什么 好像民众看到他 好像看到超级巨星一样的状况 你看他在云南的时候 第一个 大家都跟他挥舞不说 而且他在那边讲 跟大家在那边讲话 再你知道学生这样 他那边坐在车上的时候 学生这样 在那边尖叫 在那边追他 所以好像如同偶像般的一样的 在那边追着这个李克强 所以我们知道以前李克强 跟现在有很大的差别 当然你看事实上这一次 他到云南去的画面 你仔细看 他跟人民之间好像没有距离 可是他过去一段时间 你看哲李克强 哲李克强 他跟这些民众 其实是有一段距离 而且你看他过去一段时间 他其实表情比较僵硬一点点 然后手势也都没那么大 可是他这次到云南去的时候 你看第一个 他跟民众靠的距离是相当相当近 你看这民众就在他身边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就注意到他的表情非常非常多 然后整个人家笑的也非常多 现在是什么这样紧张的时刻 你居然笑了出来 然后还这样一直在那边挥手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他现在显得相当有自信心 跟过去快十年的时间里面 他好像完全没有太多表情 你看这次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媒体是用什么 用簇庸两个字 也就是以前刚才讲的 我要跟你会面 大家就排排赛 所以是总理我就听你的讯话 然后呢一样 总理站好 大家排排赛 可是现在我冲到前面去 那不是跟金小胖一样吗 没错 大家民众 而且民众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他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要注意一个点 民众 现在我们看到 你们注意到 所以所有的民众里面来说 跟他靠得很近的距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没人戴口罩 甚至有人戴口罩之后 把口罩拿下来了 不用再戴了啦 你看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你知道 习近平就是要清零 对不对 他就要戴口罩 所以你看到 那时候有一个人戴口罩 看大家还把他拿下来了 你习近平就是要清零 要戴口罩 我李克强就是要共存 我就是不用戴口罩 所以不戴口罩是有意义的 对 他就不戴 那事实上这几天的时候 最近一段时间 从大概今年三四月 中共要清零之外 李克强他所到之处 他都不戴口罩 四月多他去南昌访问 他也不戴口罩 他就是要说我是要共存的 所以张显示 他反清零 对 他跟习近平的政策 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 因为他这次到云南访问 相当相当成功 那凤凰网第一个世界还把这个 都刊登出来 然后说你看视频中 总理跟大学生们都没有戴口罩 校园洋溢的欢乐的气氛 这种氛围上可以说是一股清流 清流 很多地区是疫情吃紧 在社交媒体上看到 多是全副武装的这个大白 排队核酸检验的 人们几乎忘记了正常的生活的面目 他这讲不就是在批评 你习近平的这个清零政策吗 所以他一出来之后 这个点阅率非常高 大家都已经在网络上热搜 已经大家都在看了 结果没多了 这个文章就被下架 被下架了 因为你这个讲 这样怎么有可能呢 所以他事实上 而且你知道这几天的时候 央视还有新华网都报导 所以李克 大幅报导李克强 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动作 所以稳定市场增加就业保民生 但是他报导他的这个消息 但是没有他在大学这个 云南大学受到这个热力欢迎的 他其实是没有报出来的 所以那事实上 中央虽然有报你的相关的讯息 但是对于你在云南 受到欢迎的这个情形 他是只字片语都没有提出 所以你说 刚刚在云南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踩到红线了 现在已经让你再有版面了 现在让你九千次已经全文刊登了 现在让你主持你的会议来说 我要保民生保就业 但是这种万民拥戴学生促用的画面 我还是把你给删掉了 但是央视还是报了你的新闻 只是说你这个太受欢迎的这个画面 我不敢报 他在某种程度来说 央视也是替你做了一些宣传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不寻常的 怎么样 因为他这次到云南去 结果变到云南的这个尊义市政府 他们就把这个里面的 他们市政府里面的标语 从过去的领导人 把它换成都是李克强的 你看把明知所望做改革所向李克强 另外一个深入推进所谓放管服 然后改革这个所谓的他们相关的这个 优化经商的这个环境 这过去都是李克强说的话 他们就把它放在尊义市政府里面的 这个墙上面就把它换成这样 以前不是这样吗 过去是别的领导人 现在都换成是李克强的 你会觉得这个味道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味道 而且是尊义 对 为什么 因为尊义我们知道 1935年的1月15号 毛泽东在这个地方 跟这个过去的共产党的领导人 开了尊义会议之后 把过去的这个路线 统军的路线 掌管全部都定在他的身上 转成所谓游击战 还有战力这个 建立作为根据基的这个作战 定于一尊之后 人家就说尊义会议之后 让毛泽东扭转了红军的这个命运 而且让党的命运完全改变 就没想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居然换上是李克强的标语 那你这个政治意味跟意涵 其实是相当相当是不同 而且就在这个时刻 哈人杰斯巴尼就丢了一篇文章 也就是之前的东方航空 不是有一个坠机事件 这个坠机事件 当时姚志祥就讲了 因为你知道讲 你会有一个漂浮 你会有一个滑星 你怎么可能直接是坠落 当时他就在隐约认为说 这个驾驶有问题 现在也证明 这驾驶可能出了问题 可是这个本来是绝对机密 怎么可能就公开于世 为什么 因为这是华阳街日报的报导 华阳街日报报导就是说 根据这个机上的这个 这个黑盒子解读之后 他们认为是有人为蓄意破坏 现在可能一个是驾驶员的破坏 另外就是有人可能从这个外面 进到驾驶里面去破坏 好 那人家就说 因为这些人疑似就是 可能是倒席的这个 这个要反对习近平的一部曲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来说 跟过去一段时间江派 他们都长期掌握整个航空系统 那他们可以怎样 可以让这些人要注意到 这一次的两个这个所谓的黑盒子 过去怎么会让美国去调查 这次故意让美国去调查之后 让美国爆出这个新闻出来 所以有人就说这其实也是要对付 习近平的一招 当然从这些蛛丝马迹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内部现在正是在一个非常 敌我对抗非常严格的一个时间 好 所以董事长 你大概是所有媒体人 第一个谈到说要注意李克强发展的 因为当时觉得 他三月都说他要下台了 可是如果真的有一个斗争 真的有一个势力要去对抗习近平 这个势力他的龙头唯一能够掌握的 就是李克强 李克强现在在云南这样的一个场面 这样的一个触用的画面 过去在共产党里面是不可想象的吗 这是一个观察点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你先看最近这一个礼拜以来的 人民日报 新华社 它相关的这些党媒 对他们习近平的新闻 跟李克强的新闻处理的态度 处理的方式 摆的位置等等 字的大小都已经有非常微妙的变化 微妙的变化 现在没有那个 人民日报就很明显 人民日报本身 它没有什么爆料 它没有什么报道 但是它可以看出来 它的官场的行情的动态 所以光从中宣部的这些纤维的 动作的调整就知道说 李克强后面有力量 然后习近平比较弱了一点 可是这两个并不是一个 习近平跟李克强个人的斗争 是两股势力的斗争 那这个你这两个势力的斗争的情况来看的话 当然虽然目前习近平比较不利 因为习近平这过去一年来所碰到的事情 他最大的最大的坚持 就是清零 还有一个清零 政治清零 就是这个疫情清零导致成政治清零 政治清零之后 这同时还有一个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就是把平台经济打挂了嘛 所有的在美国上市的 像阿里巴巴这些大的公司 全部都打挂了嘛 那这个打挂你知道吗 一统计起来的话 这个一年多来的时间 中国这些的经济的 自己打下来的经济损失 股票像这个滴滴出行这种东西 加起来累计他们统计 好几千亿美金都干掉了 相反的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是李克强在救经济 那这个经济的问题 已经不是中国问题 也是中国的问题 引起了全世界的问题 造成全球经济开始 因为你的政治清零 你的经济清零的结果 搞成全球经济今年的这个 整个的中国膨胀的因素 你看你供应链现在断了嘛 断链嘛 然后整个中国经济衰退 全球衰退 全不是你一个人搞出来的东西 所以这个责任全部归在头上 你知道 然后再加上它的 目前的恶乌的局势变化 所以它内部其实是两个势力在拼斗 但是拼斗的过程当中 很明显的这些要救经济的 这一派的力量 已经开始抬头了 然后包括这个所谓的病毒 绝对清零的 已经变成有点软着陆 开放的味道了 所以这个情况 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李克强只是一个 先行指标的一个代表人物 但代表就是经济 他完全要走向 开放市场的路线在走了 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对习近平要走的 左派路线来讲的话 当然就受挫 当左右路线受挫的时候 你要知道斗争是这路线的斗争 最后会扯到什么 人事斗争 所以现在是在目前 路线的斗争在发展中 那人事斗争就是你刚刚讲的 他到了最后你到了这个 到了后面的这些 他后面几个二十大的之前 北戴河 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也是个关键问题 为什么他前两天才开始要约束 要请老干部不得妄议中央 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什么问题很严重呢 当你在限制老 因为中共是一个专制体制 它中间的所有事情是桥出来的 那这个桥的过程中间 有一个很大的一块 润滑的这个机制是什么 就老干部 因为老干部我现在都离休都退休了 你现在在台上 他也在台上那边斗 那我们通过这些老干部中间 来润滑来桥 大家有一个缓冲带 你现在习近平突然出手 打这个缓冲带嘛 那所以换言之讲 你那缓冲的 缓冲带都在你对立面了 那会变成两边冲突是身高嘛 因为你本来有个缓冲的 那功能没有了嘛 或是被限制的嘛 老干部都不讲话了嘛 你不讲话那些怎么办 就像四人帮下台的时候 就是老干部出来瞧的啊 那最后就是 所以他这个在中共体制里面 这个老干部是很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可以缓冲的一个 像一个弹簧一样 汽车的弹簧一样 他可以缓冲带 你把缓冲带拿掉以后 那个民主政治 就会变成一个 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治了 那这个反应搞下以后 就被结果没有缓冲 就只有冲突了 所以现在目前的情况 有点危急是在这样子 这种观察 但是目前力量来看的话 这个李克强的力量 还不足以扳倒习近平 这个不可能 因为军委会在他手上 所以他们可能是 你不能说是 就是倒习应该是反习 有不同的反对力量的出现 大家搞掉他的可能性 目前我还看不到 好 听会 我们看到最近杨洁篪跟苏立文 通了一个电话 而我们看到外面的报道 就有说杨洁篪警告苏立文 你们要到亚洲行的时候 不要给我搞台独 可是里面有一个 我们注意到了一句话说 你美国不要给我介入二十大 美国有能力介入二十大吗 美国现在看到很多消息 都是美国媒体报的 这个现在美国跟整个中国内部 反显还有互通生息吗 甚至叶伦今天又开了第一枪 又开了一枪说 因为你中国的清零封城 让全世界的供应链都断掉了 对 我们知道以前习近平上台 就是因为美国保他的 所以就变成习近平可以 站到总书记那个位置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从川普后期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美国的主要媒体都在讲说 要解决中国共产党 中国的这个问题的话 非得要习近平下台 所以他不管的 比如说智库长天报也好 或者是华尔街日报 或是什么样的日报 里面都有提到一点 就是要习近平下台 所以现在变成说 如果能够在中国内部 勇力一个能够跟习近平 批敌的这种政治人物的话 那当然对美国来讲最高兴 所以杨洁篪一定闻到这个味道 也了解到这个事情 而且内部也有人跟他交代 那个交代人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一定是交代杨洁篪说 你去跟美国反映一下 我们都知道你的手腕是什么 你的做法是什么 所以现在的确是 美国在外面塞篮 山风点火 然后内部来讲的话 巴不得有一股人 想要把习近平拉下来 因为过去来讲 这个十年的反贪 贪污腐败的这个事情来讲 习近平其实得罪了很多人 所以如果现在习近平下来的话 我说真的 他会死得非常难看 因为这些人 所有反扑的力量出现之后 习近平这十年当中 他还没立太子 他还没有立到一个下台之后 能够保住他的一个生命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后继人 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件事情 刚刚吴总讲这生死决战 对 他是一个生死决战 所以当然 现在李克强到云南大学 看到这个大家万民拥戴的感觉 刚刚被屏蔽了 所有的事情被屏蔽了 也就是说 在微博 在所有社群媒体全部屏蔽 所以代表说李克强其实 在文宣系统上面 目前来讲还没办法斗过这个 斗过这个习近平 所以你现在要去云南大学查 那就这篇文章已经变成 该文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文章被禁止分享了 已经禁止分享了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 中央已经在出手了 就代表说李克强 连李克强都敢屏蔽他 那代表是谁下了命令 当然只有习近平下命令 因为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不是吗 所以现在 刚刚李克强在云南的那些画面 那些行动 那些动作 现在都不可以动出来了 他是在审核了 也就是说有些东西 可以放出来就放出来 不能放出来的他就被屏蔽掉了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还是一样 谁掌握军权谁就掌握天下 这是毛泽东讲的话 共产党强杆子出政权 所以你看到张又霞出来讲话 张又霞的讲话就可以代表习近平 要他表态 解放军表态 然后你知道除了这个之外 你知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第二任任期的时候 2017年第二任任期的时候 过了两年 2019年 升了一大队上将 19个上将 然后把之前来讲 军区改成战区 司令员全部换人 全部都是习近平的人 虽然这些人会不会打仗都不知道 但是至少是习近平自己 可以系列的人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 习近平站在中央警卫队 因为以前抓江青的那些人 就是中央警卫队叛变 所以中央警卫队把公安系统换掉 换成解放军自己人 所以就什么意思 其实习近平心里早就有数 也就是说他等到最后一年的时候 等到20大要举行之前 一定会有人在搞这一招 一定有人会去公勇 李克强出来跟他竞争 但是他现在要表现给你看 没关系 你来跟我挑战没关系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这些政策 比如说经济政策也好 防疫政策也好 你都可以跟我挑战 但是问题是什么 军权掌握在手上 谁敢动 所以我们看到前些日子不是 军车出现在北京三环内吗 听说38军进北京 那军车出现在这个北京在干嘛 除了防疫之外还要干嘛 维吾文嘛 然后再把说内部来讲 如果你这个经济派的 经济派只能空口说白话 只有银弹子 但是他有军权吗 他没有军权 所以谁掌握军权 谁才能够真正得天下 好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很多的风暴 其实风暴中央都在俄乌这个战场 俄乌这个战场 现在俄罗斯 我看到一条新闻 我觉得有点有趣是 俄罗斯现在竟然如惊弓之鸟 他们现在已经害怕到说 他们真的被全世界孤立 而这个全世界孤立里面 他还怕谁 怕中国 怕中国什么 俄罗斯他们真的担心被分裂 如果被分裂的话 他们担心中国把海森威拿回去 没有错 俄罗斯现在已经不是担心打败仗 新片要打败仗 俄罗斯担心是打完败仗之后 整个俄罗斯四分五裂 这个国家不复存在 才是俄罗斯真的担心的 现在第一件事情是 俄罗斯的前空防司令 他直接在节目上公开讲 而且还被播出来 表示他的意见是被接受的 他是说 现在俄罗斯已经在战争中 司令是大前提 就确定了 可是他说我们在地缘政治被孤立 这情势不是正常 什么叫在地缘政治被孤立 俄罗斯最主要是地缘政治的盟友是谁 就是中国 所以像白俄罗斯现在也开始 好像不站在俄罗斯这边 然后车臣的卡德罗夫 从来没进去过乌克兰 他们也不担心 反正都小弟 可是中国他们真的很担心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的政治学家说 如果打下去 俄罗斯如果重演冷战时期 苏联解体的状况的话 一定中国进来分一杯羹 而且当中国进来分一杯羹的话 搞不好海森卫就被中国拿走 这件事情是俄罗斯完全不能接受的 不是盟友吗 不是要携手前行吗 不是两国的这种友好无上限吗 他们合作没有禁区但是有上限 后来他们已经转弯了嘛 所以整个中国现在态度确实 非常让俄罗斯担心 那俄罗斯为什么那么担心 因为你前线看到一大堆状况 真的俄罗斯在被打假了 像被打小孩一样在打 所以难怪恍恍不安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之前一直讲说英国要给俄罗斯 硫磺石飞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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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半天硫磺石飞弹真的懒 你看这两个圈起来是俄罗斯战车 你看这真的是一炮一个 这比M乖乖乖乖还准耶 这两个俄罗斯战车就在原野上 然后被硫磺石飞弹锁定之后 这是硫磺石打的 对 一炮一个这两个探戈就下课了 所以硫磺石飞弹是 真的是超出目前俄罗斯所有军事的极限嘛 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个电战车 俄罗斯的电子作战车 它躲在这个房子跟房子 有没有看到两栋房子之间的小巷子里面 结果乌克兰无人机把它锁定之外 然后就远程炮火 你看这炮火有多准 打到两栋房子中间房子完全没事 这个超级准 这个不是从空中无人机丢出来的 这是用远程火炮打的 你看打到两栋房子之间 而且这个最瞎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电子干扰车是可以干扰通讯的 无人机怎么在这边好像没有被干扰 对喔 对啊 一点杂讯都没有 而且俄罗斯才刚刚传出来说 你们现在不要以为说 我俄罗斯已经没有本事了 俄罗斯现在我要把我的电子增防车 电子作战车拿出来 结果话才刚刚讲完 话还是热的 你就被打爆了 而且重点是你无人机完全没有被干扰 你不是被干扰通讯吗 那你无人机的坐标怎么点回去的 无人机在那边拍怎么一点 杂讯的画面都没有 还高清的 所以这画面是很夸张的 它表示你的电子车在这边 是完全没有作用的嘛 另外一件事情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也被打假的嘛 防空系统或许无人机不敢过来 那没问题啊 我远程标定你啊 你看无人机在旁边防空系统也没动 然后我远程的乖乖乖把你打掉 你也没反应 那请问你这个防空系统是干嘛用的 你难道真的只能防直升机吗 小台的无人机你就没办法防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画面 所以我就飞到你的防空系统上面 我就盯着你看 然后我看了以后就看着你被打 然后这个防空系统一点作用都没有 你的电子系统没作用 你的防空系统也没作用 你两个都没作用嘛 然后呢 现在俄罗斯的直升机 只要飞过去的时候紧张得要死 为什么紧张要死 因为很担心被赤身非常打嘛 所以你看他们只要飞过去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燃烧弹 那个干扰弹就一直丢一直丢 表示俄罗斯现在被吓破弹了嘛 更扯的事情是什么呢 俄罗斯其实不是没有找到乌克兰 M罐罐罐的阵地 等我来看下个影片就是 M罐罐罐 乌克兰M罐罐阵地 其实有被俄罗斯找到的 被找到了 对 然后俄罗斯就这张就这个 然后俄罗斯他们无人机锁定的 然后无人机锁定的时候 我以为你真的可以去轟 打这个M罐罐罐对不对 结果这个无人机锁定完后 这样丢一颗手榴弹下去 就这个你看 然后他丢手榴弹下去 然后也没丢准 你看 没打到 你看那手榴弹有没有 下来 你看都被锁定 你照理来说一锅踹嘛 对不对 你看 差太远了吧 这很烂 你刚刚看到的硫磺石飞弹 一炮一个 就你现在好不容易找到 所以俄罗斯宣称说 我已经端掉一个连的M罐罐罐 搞了半天是你抓到了 你看到了 但是你没打到吗 没有尸体记录 因为后来M罐罐罐 就全部跑到丛林里面 跑到丛林里面的时候 俄罗斯也没办法用所谓精锁的 你看M罐罐罐 差太远了吧 他丢类似手榴弹的东西 后来这些银鬼鬼全部跑到树林里面 跑到树林里面 俄罗斯是用笑绿色 有没有打到真的完全不知道 另外一个更惨是蛇岛 来导帮我来带这边 蛇岛现在不是已经俄罗斯 在这边被孤立了吗 然后所有军舰都被端掉了 对不对 那你还是要防空还怎么办 结果后来被拍到蛇岛旁边 有一个货轮 俄罗斯的货轮 那时候你货轮在那边干嘛 美国就调卫星照片去照 就不然他俄罗斯踩到什么程度 在货轮上面摆一个防空飞弹 然后这防空飞弹是 他已经没有军舰了 没有军舰 动用货轮 对 那这个货轮的防空飞弹 是车子的 车载版的 结果我看到这个我还不打你 因为一般的神盾舰 它除了防空之外 还有反舰嘛 对不对 还有人家移人来 我可以去闪躲什么的 你一个货轮 我去海王巡旗打你刚好而已 我都直接去打你 结果这货轮也不太冒烟 不知道有没有沉 所以现在俄罗斯很惨 惨就惨在世 他真的被乌克兰打架的 各位 这我就不懂了 同样的 刚刚讲到 我都看到了 俄罗斯也看到 怪怪怪了 为什么现在 乌克兰的军队只要被看到 我就打得到 甚至你在两个房间 我躲在里面 我都可以打这么精准 这个俄罗斯看到打不到了 我们要再来看 以前的传统炮兵 大概是发射第一发炮兵之后 再由前端左关来修正 然后再打第二群炮弹 这个是以前炮兵的做法 但是从乌克兰这个炮集的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乌克兰的炮兵是利用无人机 先行在天空上收集 相关的及时的大气的风速 风向的 然后通知地面的炮兵去打 其实这个只是第一步 乌克兰的炮兵打出去之后 这个炮弹的飞行速度 其实虽然说很快 虽然说很快就遇到落地 但是这个时候 可能还有撤风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就透过 我们之前讲过 不管是神剑导演炮弹 上面他们就有很多的晶片 然后这个晶片可以随时修正 所以炮弹上有晶片 是随时修订方向 因为其实炮弹从发射到落地 其实它还有时间差 就是说你输入了 即时风向风速之后 就有一种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它还要慢慢修 修到说类似 我们刚才看这个画面说 两群建筑物当中 你怎么会命中 这个组的电站车 而且两个建筑物好保无梢 这个就是我们很难想像说 以前的传统炮弹 总会变成说 类似小型的群翼飞弹的味道 反观来讲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炮弹 虽然说他看到乌克兰的M777 他也突充他的无人均 去丢这种手榴弹 但是你怎么会用这种手榴弹 去丢呢 至于说他是不是说 他的精准炮弹缺乏 还是说他精准炮弹 里面的晶片不够精彩 这个我姑且不能 但是你表现出来说 你明明抓到乌克兰的M777 那个炮兵连 你怎么还是打不到呢 然后你通知你后面的炮兵连 来做反炮节奏 你还是打不到 那长久以往难免难怪 你们的俄罗斯的军队会消耗殆尽 但是俄罗斯讲 我现在黑海军队我要重整 我要现在派了新的旗舰 派了新的旗舰以后 他现在有个野望 就是我要把奥德萨拿下来 基本上来讲 应该说自从莫斯科被击沉之后 俄罗斯要想 透过两栖登陆砖去攻打奥德萨 或是说跟蒂涅斯特沿岸 做一个联合 然后把乌克兰打成内陆国 这个希望已经破灭了 为什么这个莫斯科号这么重要 因为其实莫斯科号除了 它上面还有所谓防空飞弹 就是海上版的 就是S300防空飞弹 那有多少 有两个营 就是说这个莫斯科号这么重要 那居然被击沉了 那被击沉之后 你日后要发动 对奥德萨尔两栖登陆做完的时候 你不可能登陆船船没有防空伞 换句话说 这个莫斯科号就是帮 这个两栖登陆船船 撑起一把防空伞 那现在莫斯科号被击沉之后 现在换马尼罗夫上将号 这个马尼罗夫上将号 其实它的防空力量 其实就消 就其实等于只有莫斯科号的一半 那一半的话 其实现在不是被击沉了 那其实同级舰 黑海舰还有三艘 那无论如何 这个旗舰被击沉 其实代表 黑海舰队实际已经被削弱 黑海舰队已经被削弱了 已经被削弱了 就是说这些水面舰为什么重要 因为它可以搭载大量的防空飞弹 那在战时的时候 它发动两栖登陆船船 撑起帮这个两栖船 撑起一个防空船 它来潜行两栖登陆船船 那这个是理想状态 那不要忘记 乌克兰手机现在还有很多的 暗金的海王性飞弹 所以其实你敢过去奥德桑 其实不太敢 其实乌克兰也很聪明 他居然用蛇岛来消耗你 黑海舰队的实力 黑海舰队实力 以前旗舰 莫斯科号 现在换了一艘旗舰 以前莫斯科号是1万2500吨 现在上架级的巡防舰 只有4500吨 所以其实这个冬位等级之杖 不是那么等频的 那加上这个防空船的威力 只有莫斯科号的一半 所以说日后 你俄罗斯不要再妄想说 要发动对奥德萨的 两栖登陆作战